大家好,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今天下午呢,我虽然要上班 但是呢,我打电话说我不去了 因为外面的雪特别的大 然后开车不是很好开 晚上还要下雨,雨加雪会让路面更滑 所以我今天就很例外的休息了一天 今天也是情人节 我虽然没有情人呢 但是,我有红酒,还有花生,还有拍黄瓜 我觉得每次有红酒还有拍黄瓜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特别的幸福 我的生活就是要的这么简单 其实我想说的是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然后呢,没有爱情,我们还有自由 这个呢,是更难得的东西 所以,我很享受现在 自己自足的生活,我的猫又开始在咬我 你是不是跟我有仇,那个回来,那个回来,就是你 你瞧 她又不喜欢跟我拍照 又不喜欢跟我拍视频 但是她喜欢咬我 我的女儿给我一些建议 她说我应该更像聊天 不像是在背台词 在背好写的词 这个让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我有些东西想躲着她们想藏着 因为她们给我 她们已经是个大孩子 她们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往往是有的想法,确实是很正确 所以我不得不听 所以有的时候难免尴尬 去面对这种青春期的孩子 对吧,女儿 你瞧 她也很害羞 这一点不随我 我跟我的孩子们呢 就像朋友一样 有的时候 每一个孩子可能每个人都经历过童年 每一个大人都经历过童年 但是呢 所以我们更容易去理解她们 更多的去支持她们吧 我的同事发消息 祝我情人节快乐 然后我跟他说我不快乐 我只是只有羡慕嫉妒恨 不过好的一点是我 我的孩子们还有甚至我家的猫都是单身 所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我们都是单身汉 对吧 你想说你是单身汉的感觉吗 No No,OK 我的女儿 她说她不享受单身汉的感觉 但是那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去结束单身 我要你介绍你们单身的老师给我 你也不肯 我可以等啊 对吧 每次我问我的孩子 他们的老师是不是单身 她说妈妈 他们都已经有孩子了 我说那又怎么了 我可以等啊 对不对 如果是一个对的人 好的人的话 我有的是时间 所以我经常把我的孩子吓得 他们不太敢跟我 去谈他们的老师 你们是不是也不太喜欢我去参加 你的家长会 除了因为我英文不好 他们害怕我骚扰他们的老师 对不对 他们是为了老师着想 他们是为了老师着想 你们的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当妈的 所以今天我不去上班 因为我的同事有好多也不去 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以前请假呢 在周六周日 在周五周六请假 会被扣两个分 因为我们一共有十分 如果在一年的时间内 把这个十分都扣完的话 可能就会被解职 所以我几乎很少请假 但是这样恶劣的天气呢 我听说也不会被扣分 所以那我也不会 我已经尝试过说我 我前天去上班 然后呢大清早赶回来 真的是很危险 因为除了我自己相信我自己的车机 但是不代表别人 是很熟练的在雪地上开车 所以小心为好 当我顶风冒雪的下了班赶回家 吃了点东西 洗一洗 正打算睡觉的时候呢 我家大的手机闹铃 想了我问他为什么起得这么早 因为当时才六点钟 他说他有一场辩论的比赛 要在网上进行 我其实当时感觉我非常的感激 因为孩子们 在一直都在学着 尽量的照顾他们自己 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 他们自己完成自己的作业 自己弄好手机的闹铃 起来去上网课 虽然他们也有忘记的时候 但是大部分的事情 他们都自己做 这要我非常的感激 因为不是所有的孩子 在这个年龄都能自己的事情 去自己为家长分担 每当想到这儿呢 我以前对他们的抱怨呢 觉得担心呢 觉得他们努力不够 这个时候其实我都是觉得 其实我是不是想的太多 孩子们自己知道 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也是 就是要放宽心 今天为了拍这个视频呢 我还特意的导致了一下 一般情况下 我不上班的话 我在家里就是蓬头勾面 甚至不惜脸 不惜脸不是为了省水 是因为我太懒了 所以说今天呢 因为是情人节 然后心情也不错 所以呢 我就打扮了一下 其实我很感谢 我在赌场的这份工作 因为以前呢 我更不会化妆 就是我说的好听一点 可能是以家庭为重心 但是说不好听点 真的就是不太会爱自己 那我这段时间呢 因为上班 所以我就在YouTube上 学着去化妆 学着去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觉得 我化妆了之后 我更自信了 我心情也更好了 所以我真的是 很感谢这份工作 新的一年 是不是总感觉有千言万语 还有好多个愿望 我新年的愿景呢 就是希望这个疫情快点结束 现在是不是觉得 恢复正常的生活 才是最简单 也是最重要的 以前总觉得说 平平淡淡的生活 太平淡了 甚至无聊 但是现在觉得 最平淡的生活 可能也是最幸福的生活 可以自由地呼吸 不用担心 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是否太近 对吧 甚至咳嗽 都会吓得一哆嗦 所以我觉得 平淡的生活 才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 我其实一直都喜欢 养鸡种菜 然后一直享有 自己的一个 大一点的院子 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当我养鸡种菜的时候 我心情特别的平静 当我吃着自己 种出来的菜 然后刚下的新鲜的鸡蛋 我都觉得 真的是特别的感恩 还有幸福 所以那是我想要的 一种生活方式 我也在为这个 在努力 希望今年可以有 这样的一个房子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哟 快乐每一天 爱你们 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 谢谢 谢谢